她哭了 是因為婆婆好像已經對這種情況 這些事情習以為常了 經過這次的服務之後 我意識到自己要更加去關心我們的社區 關心我們的世界 其實關於Soul Sweet Action的片段 我已經在昨天放了上我們的Facebook event page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約三分鐘左右 大家可以like 可以share 但我更想大家做的就是想想 你們在接下來的暑假可以做些甚麼 去改變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社區 不只是like和share這麼簡單 謝謝大家 好 謝謝Alice 謝謝Alice 最後我自己想有一個數字上的分享 這個數字叫26168683 不是捐款而是 也不是我家中心的電話號碼 而是今早早我來到這裡 應該相信是比會展的職員遲一點 但也算是比較早 5時44分的時間 我又聽回我最喜歡聽的那首那些年 當時的點擊率 OK 這二千幾百萬個點擊率裡面 其中有60個 是我介乎在10月至12月期間 每天聽三次 每隔四個小時 你很需要回憶 這個年紀是這樣的 但我們今天不是討論 其實是跟剛才台上 19個和我加起來的數字 是一樣的年紀 你今天討論甚麼 我今天討論就是 就是 你弄得忘記了我想說甚麼 你心虛 不要錄 網上直播已經結束了 剛才我要承認我剛才看一看我電話 有人已經把我的網 不是 我的樣子 在台上 應該是在電話上放在網上 用來霹邪 網上霹邪 OK 今天討論甚麼 今天討論 回來了 我們不是討論這個 那些年我們追過的女孩 是 今年我們一起參與的青年影咒論壇 今年剛才有同學提過 我們組織這個論壇 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但我想說 其實我們基本上是用了 由上一年的11年 上一年的11月 到現在我們一直是由構思到實踐 其實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我還記得有一天 我和當時真是最核心的核心成員 用唐英年先生的說法 最核心的核心 真的三、四個同學一起坐下來 不如想想 今年的題目叫甚麼 會不會叫做 GNET小人類 這樣才算 但是發現 這個名字好可愛 跟另一個節目撞了名 原來是這樣 對 但是反過來我們問論壇的本質是甚麼 發現原來我們論壇 這幾個字已經自我解釋了 有三個核心 第一個就是香港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在Facebook上面留言 所有的東西其實都是關於香港本身的議題 我們不是在這裡說香港 在香港裡面探討阿魯阿圖的議題 或者調到阿魯阿圖去探討香港的議題 我們是每一個都關心香港的事務 所以這個是我們第一個核心 第二是論壇 我們今天再做了一個新的嘗試 讓更加多的青年人可以踏上這個台板 讓更加多的青年人可以透過網絡去表達他的意見 這個是論壇背後我們理性 我們尊重每一個意見的假定 而去到最後我想就是青年領袖 就是講我們本身的身份 我們不單止是懂得讚好和分享 我們亦都有能力 有本領有前途 可以去到透過行動實踐出來 所以這個我想告訴大家背後的歷史 青年領袖論壇一年一年 走到第四屆是這樣的誕生 但更加重要是 真真正正讓它可以變成一個不止一日的論壇 就要繼續透過大家 怎樣用大家的參與和行動 讓我們的Fan Page 或者未來在香港發生更多青年人帶動的改變 可以多過網上在那些年的點擊率 是的 還有我也希望在這裏再一次詳細一點 都提醒大家 我覺得今天幾位嘉賓說的東西是很有意思的 我們去反思一下 我們做了NetGen都有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去怎樣善用 除了盡用之外是善用這個平台 第一 第二就是怎樣可以有些有質素的東西 不是只說 quantity 而是也要說 quality 究竟我們擺上去的東西 我們有沒有經過深思淑慮的 還有就是我很欣賞有幾位同學都同意 我們有時都要回到那些年 回到那個basics Retro一點也要說 old school 也要說 有一些東西的有一些本質 有一些價值是我們不可以負責的 就是我們仍然都要拿著它 有一些的時間是真的需要見面 需要去有人同人的接觸 人同人的溝通 我們那個網上的平台才可以更加利用得好 還有那個內容才更加豐富 還有有深度 就是我覺得這幾樣東西 如果我們今天離開這個論壇的時候 能夠記住的話 我相信一千多個人 製造出那個機遇 不單止只有一千多個那麼多 好 謝謝 Stephanie 我們都給他一點掌聲 加油大家 除了剛才的分享 也是今天忙了整天的MC的準備 多謝你邀請我 這個時候除了我們忙了整天之外 也有其他人在忙 我看到他現在都很忙 那邊一個比較屬於邊緣的網絡世代 我們看到非常之高大威猛 英俊瀟灑 來自我們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領袖發展中心的督道主任 黃茂松先生 都想在最後這個時間 跟大家說幾句的話 給他一點掌聲 他為了證明自己不是邊緣 他都拿著iPad上 不是iPad 是Node 特首也是這樣的 是啊 特首也是這樣的 那些有鬍鬆的白頭髮都是這樣的 他沒有 他沒有 所以他沒有 是他沒有 我想問我可以說了嗎 可以 我們很自由的 多謝大家 我想問一下在座的同學 你還記得我們一開始 上來有三位的嘉賓 去跟我們說話嗎 你覺得我們那位同學的代表 說得怎麼樣 行不行 他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說話的人 我們Gen第一個說話的人 然後就有兩個同學坐在這裡 跟我們四位的嘉賓 那些全部都是老闆級的人 來的 那你覺得那兩位的同學說話 行不行 好嗎 那最後了 就是由他們一個兩個 落到來是說 我們在場的每一位朋友 你們今天呢 不單止有人上來說話 有二十個上來說話 還有什麼呢 還有很多的人 在Facebook上面留言 去說你們自己的一些看法 會Challenge大家的看法 甚至會挑機的 你覺得我們在場 這麼多位的NetGen 行不行 在這裡有個邀請 其實我每一年都會在這裡邀請大家 就是呢 待會我們這個forum 很快會完結 完結的時候呢 我想請 如果你沒試過 站上來這個台上面 看著一千人說話的話呢 我很邀請你們 待會上來 不要只拍張相片 上來上Facebook 上來試一試這個感覺 因為將來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有一天 你可能就是站在 會展這個台上面 再對著台下 一千個 NetGen 或者NextNetGen 去說一些 你很有啟發性的說話 今天呢 我很想引用一句說話 就是 第一位同學去說的 網絡是誰的主場 是我們的主場 是NetGen的主場 其實我想說 香港都是我們的主場 世界都是我們的主場 要去作出改變 其實都是靠我們坐在這裡的 每一位朋友 而我們每一位的朋友 就好像今天第一位 說話的同學 好像剛才上來 說話的兩位同學 也都好像我們在座 坐在這裡的每一位 其實我們都很棒 都很棒 我覺得最後 我很希望大家給掌聲 給我們出席的每一位朋友 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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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呢 我想這個論壇來到這個時間 應該是尾聲了 很想 因為我想 能夠有今天的論壇出現 很想借大家的掌聲 去多謝一些的人 第一 我想說 今天這個論壇 你看到有很多不同的人 是引力了在大家的中間 其實我們這個論壇 今天有超過150位的現工 無論是由你入場那一刻見到 去到這個登記處見到 去到在場帶你坐下來的時見到 去到你上網 想有人幫你的時間見到 甚至你在廁所也見到 150位的義工 如果沒有他們 我們今天這個論壇 是不能夠成功的 我們給點掌聲 每一位義工 好了 第二批我們一定要多謝 是 今天在場有很多的工作人員 牙奸底爺 剛才William說 他今早都不是很早 給會展的同事早一點 5點40幾分 我想說他不只是今早5點40幾分 之前有多少晚 是不知道多少點多少分 都是在為這個論壇去準備 有我們一班的同事 我想給點掌聲 我今日的主持 加上其中一個籌辦者 William 他搞爛GET之外 他搞其他東西都很厲害的 還有其他的同事 包括這個論壇 我們負責另外兩位同事 在Control Panel的Oliver 很多的片 都是由他和他的另一半 就是他的Partner 幫忙去製作的 還有是剛才在Briefing的時間 用他很紅壯的聲音 沒有麥克風都可以喊到全場聽到的 Jenny 還有很多同事 包括我們現場 幫我們維持秩序的同事 台前的同事 我們操控制秩序的同事 我們操控制秩序的同事 我們現場幫我們拍照的 這麼多年的義工 孝敏哥哥 不過最後我一定要說一句 如果這個論壇 如果這個論壇沒有了大家的出席 我們就算做幾多天 就算做幾多點幾多分 做幾多個小時都好 其實我們都不會覺得 可以做到一個成功的論壇 因為一個成功的論壇 始終最後都是屬於大家 很希望下年同樣的時間 地方可以再見到大家 多謝各位 好,謝謝Max 除了下年同樣的時間 或者是同樣的地點 會再見到大家 我們今天的論壇 以往我都可能會說一句 論壇正式結束 但是這一天 我們論壇的結束 也都代表著 我們是走出去 走出去Hall 5G的門口 在我們真正的主場 我們的香港裡面 將論壇的精神 繼續實踐下去 所以再一次掌聲 多謝大家的出席 希望下一年 看到大家的同事 亦都希望由今天 2012年6月2日開始 大家繼續以行動 去到影響和改變社會 實踐大家作為NetGen的本領和前途 最後呢 有一些代表大會的簡單的行政宣佈 第一 在場應該有不少中心的同學 是會領取你們 之前參與我們活動的證書 活動或者課程的證書 一息間 大家可以去到外面 剛才登記的地方 是領取回你之前參與過的活動 或者課程的證書的 但是呢 今天我們青年領袖論壇的證書 我們還是處理當中 首先我要澄清 只是同時有參與過 至少一次的preforum的workshop 還有出席今天論壇的同學 才可以得到證書的 這點希望大家記得 同時間我們稍後會透過電郵通知大家 是進行網上的證書登記 回覆了電郵上網登記之後 才會在不遲於暑假之內 我們是可以回到中心領取的證書的 這個希望大家都清楚和理解 所以今天我們沒有現場論壇的出席證書 但是之後大家可以上網去做登記 第二件事就是大家的檢討問卷 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忙填寫 檢討問卷應該放在folder裡面 大家的回饋非常重要 希望我們下一年 繼續可以搞一個更加成功的青年影袖論壇 同時之間有三條的問題 希望大家 現時是沒有寫上去的 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在evaluation form的後面填寫 第一就是你可以記錄一 一就是有沒有帶上網的工具 上網的device 有或者沒有 這是第一條的問題 第二條呢 是 有沒有用device 有沒有用到那個device上網 就是有上網的工具 但是有沒有在今天我們參與論壇的過程 用到距離上網 這個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我們用1至5分去到評分 1分是最低 5分是最高 對於現場wifi connection的滿意程度 1分是最低 5分是最高 重複一次三條的問題 第一條是有沒有帶上網的工具 第二條是有沒有用到那個工具去到上網 第三條1分至5分 評價現場wifi設施的 wifi connection的滿意程度 那麼這三條呢 是希望大家附加補充的問題來的 填寫到evaluation form的後面 那麼最後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帶齊你們身上的隨身物品 但是同時間 如果那個名牌呢 那個的繩和膠套 大家是不需要的 麻煩你抽起了你自己入面那張紙之後呢 你就可以呢 圓圍地放在桌面上 那方便我們環保的原因呢 可以之後再回收再使用 再一次多謝大家出席 青年領袖論壇2012 希望下年可以在這裡再見到大家 在大桌面 問卷交給大家 OK 對了 問卷大家可以在離開的時候呢 交給我們在場有一些回收問卷的義工的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寫多一些你對於今天論壇的任何的意見的 讓我們呢可以在下一年或者往後呢 有更加成功的青年領袖論壇 對了 除了這個檢討問卷呢 我們也有一張叫做持續意向書的 那希望呢 下年大家就是除了是 一般的參加者之外呢 亦都可以加入我們義工的團隊 或者是核心的籌備小組的團隊裡面 好嗎 謝謝